今天跟各位介绍一部1988年的电影 Big 飞进未来 这是Tom Hanks早期的一部电影作品 本片由Tom Hanks主演 当时年过30的Tom Hanks 将一个年仅12岁的小男童演的活灵活现 获得当年金球奖最佳男主角 及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提名 这部片可以说是Tom Hanks早期最著名的代表作 这部片是关于一个小男孩Josh 在许愿机前许下愿望 隔天金变成了30岁的男子 并且离家到纽约市 他的同心为民 无意间被玩具公司向众 被雇用为玩具市场研究及发展的职务 由于天真的个性及对玩具的了解 没多久就晋升副总裁 而他也渐渐习惯了大人的生活 连自己是个小孩以及家人都忘得一干二净 并与女主角展开一段恋情 他渐渐领略到当成年人的好处 自由自在 有很多钱花 更有无数玩具 而他的天真举止以及孩子般的纯洁心灵 感染了身边许多人 让他们寻回失落的童真 直到好友Billy告诉他找到那台许愿机 他才想起那些珍贵的回忆 再次被许愿机取下愿望 重回小男孩的故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家好 在我身后这个店铺就是电影里面的FAO玩具店 这家店已经关闭 这家公司是美国早年贩售高档玩具的代表 可以在这里看到最新最流行的玩具 在美国各大城市都有店 电影里面这家店是在曼哈顿五大道与58街的交汇 这里虽然没有玩具店了 但是这里现在有另外一个知名的店 就是苹果专卖店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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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身後的 就是定義裡面出現的板球場 球場是半個網球場大 是使用比乒乓球拍大點的拍子 這種場地也可以用來打手球 還有練習網球 我們來看看附近的環境 喂? 這條記的街名 怎麼從Thompson Street 變成Trump Gun Street 就是川普滾蛋街 看來紐約人真的不喜歡 這個來自紐約的前總統 地板街址 地板街均的 你不會讓它們 12塊 路面 在外賣到 大陸 我們能夠 飾妳的 百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